美陆军部长疯狂叫嚣 中美战争要被开启 有两个帮手向美国靠拢 中国要如何阻止冲突 大家好 欢迎来到赵太远光家市 那么众所周知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 让美国深感压力巨大 去年美国总统拜登 新推出的国家安全政策 就明确指出 要把中国当作全球秩序的 最大挑战者来对待 而美国也调动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活动 更是频繁地和亚太盟友们 进行联合的军演 而今日一名美国陆军部长 更是向中国放出了狠话 说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开战 那么美国不会单独行动 而是会与盟友们一起对中国出击 而这位美国陆军部长的话 明显就是在叫嚣战争 甚至还表露出恐吓的态度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如果中美发生大战 美国甚至会把他所有的盟友都拉上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危言耸听 菲律宾总统在谈及南海问题时 声称南海局势没有降温 而菲律宾将会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军队 很明显这是在对中国发出强硬信号 结合近期菲律宾频频繁与美国 在南海进行军演 以及向美国军队开放大量的军事基地 至少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中美发生冲突 菲律宾绝对会不甘寂寞 甚至不排除会加入美国所组建的联军 而与此同时 美国的另一个盟友英国 也在近日向中国放话 宣称中国海警船近期 在菲律宾水域进行的行为 令英国不能接受 英国方面认为这是单方面的入侵行为 虽然中英之间有着不少贸易往来 但是在必要时刻 英国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的价值观 严格地来说英国所谓的价值观 就是强盗逻辑了 多年前就是靠着发动战争掠夺资源 才成为了日不落地国 而这种价值观 也被西方霸权国家们沿用至今 虽然几七年来英国衰败的速度过于迅速 但是它一直还保留着 称霸全球的梦想 千万别以为 英国只是在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 前些时候就有消息显示 英国正在计划和法国组成联军 并且把大量的海上力量部署在亚太 虽然英国未必会当美国的马前卒 但只要中美出现冲突 那么英国也是绝对会来打秋风 这会给中国国防安全造成无形的压力 坦白说虽然暂时美国只有这两个盟友在蠢蠢欲动 但是诸如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以及印度或多或少都对中国表达过敌意 所以对于那位美国陆军部长的那番话 中国必须要重视起来 以免被打一个措手不及 近来我国维护全世界稳定和平 对于一些霸权行为是选择让步的态度 但是也助长了霸权国家们的嚣张企业 所以他们的动作开始肆无忌惮的起来 对中国的挑衅和打压也是越来越凶猛 但是近些年来全世界大量的国家都有了反霸权意识 特别是在近期一直被美国视作后花园的美洲国家 也开始纷纷地寻求与中国正式建交 而且伊朗 俄罗斯等曾经被美国欺凌过的国家 也选择向美国亮剑 所以今后中国对待霸权行为时 要拿出强硬的手腕 不要给霸权国家任何幻想的机会 而如果他们还要一意孤行 中国可以拉拢全世界的反霸权力量 让霸权国家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才是阻止冲突的最好方式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